好 接着我们来连线正在布鲁塞尔的前方第一财经的记者钱同心 你好 钱同心 你好 杨光 当地时间现在是几点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2点10分 晚上12点10分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这个关于恐怖袭击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因为现在已经是晚上 所以大部分的进展已经在下午公布 那么目前最大的进展就是 比利时警方通过了监控 已经锁定了一名在机场实施爆炸后逃走的嫌犯的照片 并且已经发起通缉 请目击证人针对照片对嫌犯进行辨认 那么在监控录像中 嫌犯身着白色衣服 头戴黑色帽子 警方已经确认他是用行李携带炸弹 那么此外警方还在突击现场发现了化学物和一面IS的旗帜 还发现了一枚还没有被引爆的炸弹 那么目前官方没有公布最终的伤亡人数 但是已经确定的伤亡人数已经超过34人 其中地铁站爆炸中就有至少15人丧生 那么另外有超过100人人在医院抢救 其中数人伤势严重 尽管对于昨天这个两起爆炸案的原因尚未有查明 还有还有在进一步的调查结果 但是欧盟官员已经表示 这起恐怖袭击与去年巴黎恐怖袭击的根源大致相同 可以认为是对4天前巴黎袭击案凶手落网的报复 那么不过今天一名欧盟官员 一名欧盟的工作人员对我表示 也有人猜测这两起爆炸可能不是为了爆炸 而是IS担心巴黎袭击案凶手被捕后 他只有可能供出最新的线索 或者触发另一个窝点 威胁到整个IS的网络 嗯